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光 我是毛毛 今天呢 小光要带毛毛来玩一款 算是有点恐怖的游戏 我来念那个标题 好 给你念这个游戏的名字 这个游戏叫做 Milk outside a bag of milk outside a bag of milk 对 你是不是觉得 毛毛刚念的那个英文看起来很奇怪 怎么那么多 milk那么多 outside呢 其实呢 这款游戏的名字真的就叫这个 它算是在形容一个 一个有精神上疾病的女孩子 所看到的世界 那这个画面可能会有一些 小小的猎奇 诡异 怎么玩呢 我们就来看看吧 那这款呢 是它的第二个作品 那我们先来看到底在玩什么吧 Let's go 那我们就先选中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女孩的世界怎样 游戏内会有一些连续闪烁的画面 主题较为沉重 开始 哦呦 是动画耶 哎 妹妹 这个妹妹长得还蛮可爱的 诶 有点诡异的气氛耶怕怕的 诶 它眼神没有光 4849 51 它在算什么?算脚步吗 嗯 应该有JOhio-skate吧 应该没有吧 我不知道耶 诶 这画面好 商店马上就要关门了 哎呦 她要进去里面买牛奶 這妹妹長得蠻可愛的耶 怎麼辦 我怎麼覺得 喔喔 看到牛奶了 她拿了 唉唷 她眼神怎麼會這樣 有點恐怖耶 現在不會 呃呃呃呃呃 等一下她 她眼睛為什麼 不要看我 可是我覺得她好可愛 你好 請問 什麼情況 什麼情況 我不知道耶 應該沒有吧 不要喔 不要喔 你覺得她長得很可愛嗎 而且她動畫做得好細緻喔 對啊 這好像在看動畫 像在看動畫一樣 花不了多少時間的 什麼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她有一個計畫 告訴我 你看見了什麼 好像有人在跟她講話是不是 你確定嗎 有人在跟她講話 總之這是呃呃呃呃 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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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好突然又好快喔 對啊 在她眼中的事件 到底是什麼樣子 好像要走回去了是不是 人呢 欸 她怎麼站在門外面 欸 喔 我以為可以操作了耶 她眼神 她這個眼神我好喜歡喔 怎麼辦 幹嘛 我被嚇到了 我被嚇到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新遊戲 進來了 進來了 哎呦 什麼什麼什麼 那是眼睛嗎 好噁喔 這什麼東西 喔 哎呦 很多人在看她 我慢慢往臥室走去 邊走邊告訴自己 不要往旁邊看 為什麼不要往旁邊看 有好多影子在我周圍跳舞 這些黑色的小東西 調皮得很 在牆上和天花板上 到處亂穿 恐怖捏 但是看到鬼了是不是 其中一個影子 從我身邊呼嘯而過 輕輕的碰了一下我的臉 我笑了笑 繼續往前走 沒把這個小插曲放在心上 欸 這很像那個 陰陽眼見紫 喔 有一點有感覺 她就假裝自己看不見有沒有 哎呦 搞不好她是一個 會看得到 一些奇怪的東西的人 我有時候會控制不住自己 午晚就快開心心的跳起舞來 跳著跳著 就忘了時間 那那的確有點精神 急傷 精神上的疾病喔 但是我現在不能這樣 因為媽媽叫我趕快上床睡覺 我要快點回臥室去 OK 鬼又臥室了就好 呦 是甚麼情況 真是她臥室了 我經過了廚房 雖然廚房的門是關著的 但我還是能感覺到 從門那邊傳來一陣陣含意 我腦子裡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浮現出了一幅畫面 一個喪屍正對著鎖眼往外吹氣 邊吹邊發出嘲諷的笑聲 哎呦 嘿嘿嘿嘿 這樣嗎 啊哈哈 這也太傻了 我很確定我們家的廚房裡 根本沒有甚麼喪屍 我當然可以百分之百肯定 我們家的廚房裡從來就沒有甚麼喪屍 我很確定 你不覺得她講話有一種 顛三倒四的感覺 對對對 我很確定 我很確定 怎麽怎麽的感覺 唉呦 這女孩真的有一點 妄想症 好恐怖喔 喔喔喔喔 欸她 這幀數很高啊 呵呵 我突然跑了起來 直直衝向那扇緊鎖的門 周圍的影子繼續跳著那種混亂的舞蹈 等我跑起來的時候 他們還越跳越起勁了 他們是想阻止我 還是想讓我冷靜下來 我不知道 這種事怎樣都好 現在更不重要 那你不明白嗎 蛤 我邊跑邊揮手 想把那些凡人的影子都給趕走 但我這時候才突然反應過來 自己跑得太快 那還殺得住腳 只能順著慣性把門給撞開了吧 如果廚房裡有人在的話 撞門那麼大動靜 可能天天把他們都給嚇死吧 不過等等 既然他們都已經死了 那我怎麽可能還把他們給嚇死呢 要是這麽來一下 反而是讓他們復活了 該怎麽辦 不 不要 我不想讓他們活過來啊 那我該怎麽辦才好 我真的覺得 那這個女生真的 在對談中感覺 真的有點問題 蹦 等一下 我的肩膀直接把廚房的門給撞開了 腦海裡雜亂的思緒也在門開了 瞬間 戛然而止 呦 什麼表情啊 嚇到 嚇 跟我想的一樣 廚房裡根本沒什麼喪失 只有一袋牛奶靜靜的坐在桌子上 莫不轉睛的盯著我 於是我也直直盯著他 但是什麽事沒發生 牛奶 牛奶會盯著他 說到底 我希望會發生什麽呢 希望這袋牛奶會感謝我嗎 我有做什麽值得他感謝的事嗎 沒錯 我今天是把他給買回來了 但他是一袋牛奶 牛奶可能根本不在乎自己到底是在商店的貨架上 還是在我家的廚房裡 好奇怪喔 他眼睛不要動好噁心喔 呵呵 仔細想想 本來也沒人會直接在商店裡喝牛奶 換句話說 他本原本好好的待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是我把他給帶到了恐怖的未知之中 對不起可憐的牛奶 對不起 他是在影射什麽嗎 感覺 是影射說 沒事 可能我想太多了 搞不好什麽影射都沒有 看來我什麽都做不好 只會給人添麻煩而已 我越想越羞愧 於是趕忙轉身離開了廚房 要想回到臥室 我還要經過一段蝦場的過道 就快到了 唉唷 我很怕他會突然 怎樣 那什麽啊 我就說不要了 欸 就在我走到門口的時候 他出現了 那個我在熟悉不過的形體 不明的生物 他一把抓住了我 湊近了 仔細的繡著我每一寸肌膚 就像是隻二極了的狗 好恐怖喔 不過我覺得好色喔 呵呵呵 好變態 為什麼覺得有點瑟瑟的 他生怕我亂動 所以抓得很緊 弄得我很痛 但我卻一點也不想掙扎 因為我知道掙扎也沒用的 我只要閉上嘴忍著就行了 唉唷 怎麽辦 怎麽會讓我想到一些瑟瑟的劇情 好瑟喔 恐怖欸 這一定有本本 喔 唉唷 幹嘛幹嘛 他的臉好噁心喔 好 他把我從頭到腳仔細繡了一遍 然後伸出了下人的爪子 他的手指全都又細又長 還很鋒利 就跟小刀一樣 唉唷 又來了 我不明白這是什麽意思 只能疑惑的盯著那怪物 像無底洞一樣的眼窩 別動 喔 唉唷 他叫他別動欸 好噁喔 他用力捏著我的手 捏著我手上的血管都凸出來了 雖然很痛苦 但我還是強忍著疼痛 死死的盯著那怪物 黑漆漆的眼窩 本來應該放著眼球的位置 什麽都沒有 就只是兩個黑窟窿而已 我已經跟你保證了很多次了 手不要動 唉唷 話音剛落 他鋒利的手指就赤入我的手臂 我好像一下子什麽都感覺不好了 只有手臂上傳來的異樣感無比鮮明 那根又細又長東西在我皮下組織裡遊走 我手上的雞劍也讓他拉得咔咔響 然後 然後他就用那根手指給我注射了毒液 毒液 唉唷 好痛 一呆 唉唷 我感覺眼前好像要 好像蒙了一條白色的面紗 我的手指先是有點抽筋 隨後就開始瘋狂的抽搐起來 最後 我的身體完全失去了控制 整個人慢慢滑倒在地板上 就像上次一樣 但是 這隻雀 嗯?這隻雀怎麼樣 所以他已經來很多次了喔 好痛 好痛 為什麼要這樣 怎麼窮我這邊開始有點色色的 我能感覺到全身的血液在慢慢的沸騰 而且血管和動脈的溫度還在逐漸升高 這股高溫讓我整個人劇烈的戰鬥起來 體內的細胞根本扛不出這樣的壓力 全都癱瘓了 這隻身體好像馬上就要炸開了一樣 唉唷 我動了動嘴 想大聲尖叫 但什麼聲音都發不出來 只能吐出一堆 濃得像牛奶的白沫子 唉唷 就脫出白沫的感覺 那個怪物還沒來得及拔出他注射毒癒的手指 就發現了我的異樣 於是他又憤怒的朝我撲過來 一把抓住了我的喉嚨 蛤? 殺了我吧!殺了我吧! 過道裡 回盪著謝斯底的尖叫聲 在混亂與瘋狂中 那怪物用爪子不斷抓繞著我的脖子 閃閃發亮的東西四散開來 有些害砸在了牆上 發出了很大的聲音 我試著把碎片的位置都給記下來 這樣我等會就能把他們給找齊了 什麼東西啊 這突然 怎麼突然有點不太懂 什麼東西射出來 這到底是什麼啊 說! 我再也不喝牛奶了 我 說! 我 再也 不喝牛奶了 怎麼不喝牛奶 喝牛奶怎麼了嗎 為什麼我一直想到一些奇怪的東西 我被他的牛奶不是那個牛奶 不然是什麼牛奶 不知道 他在按 他在按 是什麼牛奶啊 再說一遍 我再也不喝牛奶了 蛤?你不喝我的牛奶 對不起 我再也不喝牛奶了 為什麼啊 叫你去買牛奶然後不能喝牛奶 為什麼啊 什麼聲音 不要我不要看了 不要怕不要怕 沒事啦你看 妹妹又在刷也 這好像你啊 靠腰啊 經過一番折騰 我終於回到了自己的臥室 剛剛那件事情真的搞得我很累 不過幸好我還有這個又暖又舒服的小房間 只要回到這裡 就算外面再傳來再奇怪的聲音 我都不會覺得焦慮 對了 媽媽是讓我回來上床睡覺了 那我要洗臉刷牙然後上床躺好 不過我臉我已經洗過了 所以我現在正在那鏡子面前刷牙 所以他剛前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他要走走廊 經過到走廊 結果就被那個人抓住 所以 然後就把他手注射毒液 毒液 可是你會覺得下一幕開始在刷牙 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 對啊他就說什麼 說我再也不喝牛奶了 不喝牛奶了這樣子 所以到底是怎麼樣呢 有段時間 我每天最接待就是睡牢之前的那幾分鐘 我會老老實實的躺在床上 靜靜等待著現實世界與夢境世界 互相碰撞的那個瞬間 所以他剛剛看到搞不好只是幻象 對不對 這是一個精神障礙的一個女生 所發生的眼前 他可能有是 看到一些幻覺吧 所以他看到搞不好只是幻覺 對啊 所以那個人搞不好不是什麼怪物 有沒有可能 就是他可能 心裡面把它想成怪物 有沒有可能 我每天醒來就是為了體驗那個瞬間 活著的每一天都是為了體驗那個瞬間 我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夠睡上一整天 想想就覺得很棒 不過夢總是來得慢溜得快 其實睡上一整天也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感覺就好像是有人專門在捕捉我的夢 那個人撈了一個又一個 最後我腦子裡空蕩蕩的 什麼夢都沒有了 雖然我現在一點也不困 但上床睡覺的時間到了 唉唷 靠他還吃太多藥了吧 是油啊捏 他吃好多藥喔 我洗了臉以後 慣性的伸手去拿藥瓶 不過說來也好笑 我每次吃藥都是一大把一大把吃的 所以我還真的不知道每一種藥有什麼效果 這不好吧 就直接亂吞是不是 對啊 這樣感覺會那種藥物中毒之類的 看他應該不會吧 好你繼續 但是我現在想好好看看這些藥 把他們拿在手裡仔細把玩 想認真咀嚼每一個藥片和膠囊 咀嚼喔很苦欸 我沒有辦法想像那個藥丸去咬它 跑出來的味道 呃 反正只要能吃點在上床睡覺 怎樣都好 哦 藥瓶裡有一顆紅色的膠囊 偵探出頭的盯著我瞧 膠囊本身是一層光滑又浑濁的薄膜 而且是半透明的 所以我隱約能看見裡面的樣子 小膠囊你肚子裡藏著什麼呢 我拿住膠囊兩頭 先是輕輕捏的捏 我看到這個小東西竟然又軟又黏 接著我用力擠了一下 膠囊就直接爆開了 黏醜的新紅色液體根流的出來 啊髒死了髒死了 欸 那顆膠囊直接讓我扔進垃圾桶 我拎開水龍頭 瘋狂的洗手 不要不要 我才不要把那種東西給淹下去 第二顆膠囊捏開以後也是紅色的 而且它上面印的字 也跟之前那顆的一模一樣 啊我懂了 哦呦 懂什麼 我就是吃了這種藥 所以才老是想睡覺 雖然我也很喜歡睡覺 不過我想要的是自然而然的犯困 不是吃了這種藥才想睡覺的感覺 這種感覺根本是假的 不要不要不要啦 這種東西我連看都不想看 快從眼神消失吧 我是覺得它沒吃藥 它是睡不著的 它這個應該是那種吧 那個安眠藥之類的 對啊 可能是喔 安眠藥會做紅色的喔 這顆膠囊也飛進垃圾桶 開始狂丟欸 接下來半個小時 我一直在做同一件事 我先是仔細觀察每一顆藥 然後總能找到一個 還是不要吃比較好的理由 欸 我好像可以慢慢感覺到 這樣的心境有沒有 對啊 這樣這個女孩的心境是長怎樣的 我才不要吃這些奇怪的藥 我要給自己做 自己給自己做藥 自己給自己做藥 做好以後 我把藥一顆一顆的淹了下去 沉浸在美好的藥效果中 哇靠這個 這個藥跟那個藥不一樣吧 這個藥跟那個藥不一樣吧 這應該是會high的那種藥吧 啊 我的脖子不痛了 啊 我的手不痛了 完了 啊 我的頭不痛了 啊 我的心臟不痛了 啊 我的胃不痛了 啊 我的眼睛不痛了 蛤 真是的 我怎麼現在才想到呢 而且自己做藥一點也不複雜嘛 我要趕緊找的人炫耀一下才行 哇靠 我覺得他根本找不到人炫耀 他是亂吃一通吧 他就是全部把他混在一起 那這個應該是那種 安眠藥過量 然後就是整個就昏迷那種感覺 所以他沒感覺啊 欸 應該不會是那種的啊 嗯 不過也不能去找媽媽說 他要是知道了 肯定要罵我的 而且他應該以為我早就睡了吧 我也不想隨便去打擾他 我還是自己想辦法吧 蛤 再說了 我其實也就是想找個人隨便聊兩句而已 嗯 會有誰來找我聊天呢 呃 有人要來了 有人要來了嗎 不是我們嗎 嘿 嘿 啊啊 唉唷 喔喔喔我們可以點 嘿 喔我們要跟他對話了 靠好噁喔 這是他家欸 好亂喔 呃 怎麼了啊 正常啊你在害怕什麼 喔 欸 我是洪志啊你 好好好我當 我當這個主角 不是啦我還是主角啦 喔你當女主角我當這個 另外一個跟他對話的 對對對跟他對話的 好我講我講 嘿好久不見 笨蛋哪有好久 連一個小時都不到吧 我們一天只能見一次 這個你沒有忘吧 我覺得這句 罵他好像不太好吧 我不知道這個 我不知道這個遊戲玩什麼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選 會比較好 我們選這個好了 而且他好久不見 搞不好是在講我們前作的事情 喔 不過應該沒有關係啦 我們應該不影響 好 我們一天 我們一天只能見一次 你這個應該沒忘吧 我們就選這個吧 你的聲音怎麼聽起來這麼低落啊 當然 我也是仔細讀過用藥說明的 從圖片上標註的信息來看 用藥過量的副作用 包括常見的頭痛 頭暈疲勞 總之基本上沒有我自己 應不復來的情況啦 畢竟我現在也已經知道 該怎麼做了嘛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啊 你就沒覺得開心嗎 真的一點也沒有 我今天很累了 嗯 我猜你也一樣 搖頭 怎麼辦 你會選哪一個 你不能選我 我現在不是你啊 喔好好好 是我齁 你今天應該很累了 算了我覺得先關心他吧 關心他 騙人 你該上床睡覺了 不 現在一直都是你說的算 你威風了夠久了吧 現在該輪到我了 哼 欸 他這個應該是跟 雙重人格喔 欸 那麼我就保持沉默 等你要笑慢慢消失 你覺得怎麼樣 喂你不能這樣 你要想進去的方法 讓我心情好起來才對啊 所以我是他的雙重人格啊 我靠 我現在不就再這麼做了嗎 好過分 不過 我為什麼要在意這種事呢 仔細想想 我根本就不需要你嘛 蛤 你看 我現在精神百倍 狀態超級好 簡直就是無所不能啊 所以剛剛那些都是小事 我才不在乎呢 至於你嘛 你就只能在一邊看著 然後被自己的無能器的跳腳 嘿嘿嘿 我都能想像到你今天有多生氣 嗯 沒錯我氣炸了 你怎麼忽然間這麼高興啊 你這是什麼話 我為什麼要難過 你回想一下自己千幾個小時是什麼樣子 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哇 全部都是別的撒謊了 好像Just Monica 全部都是 才沒有呢 還是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隨便你 我不像你 反正我一直記得那可悲的小女孩 在我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淚的 喔 喔 我還記得你整天只會發牢騷 我們倆好不容易見一次面 我只想跟你開開心心的聊 聊 聊會天 你就別故意給我添賭了好嗎 好那所以現在都是你說的算囉 沒錯 行啊 那我就看看你能厲害多久 拭目以待 好啊 那就拭目以待吧 好像我們兩個在吵架 哈哈哈哈 哼 我 我真的很可悲嗎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點點點 你說話啊 我能感覺到眼淚已經順著臉頰流下來 一路流到下巴 然後滴在我的衣服上燒出一個洞來 你這也轉得太快啦 不過也在我預料之中啊 喂 最起碼我還努力堅持了一會兒啊 去洗把臉吧 洗完之後我們再看 該拿你怎麼辦 唉唷 去洗臉啊 好像也沒有那麼恐怖嘛 對不對 又來了 她眼神真是死耶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這女生看起來有一種 奇怪的魅力 是不是因為我喜歡病交啊 我再一次站在鏡子面前 這次我試著無視牆壁上浮現出輕蔑的表情 試著不要太猜那些磕磕的嘲笑聲 只是專注的靜靜的盯著鏡中的倒影 但是鏡子裡的自己也朝我露出一個詭異的微笑 她的牙齒就在我眼前 哪裡沒有 我閉上了眼睛 但是這樣根本沒用 恐怕 就算我現在沉到地板下去一樣也沒用吧 於是我開始在心裡莫屬 二的平方 二乘二的平方 正方形裡放著一個正方形 一個正靈錐構成的方體 一個正靈錐構成的方體 構成的方體 一個正靈錐構成的方體 構成的方體 構成的超粒方體 太艱難了啦 誰懂啊你懂嗎 我看不懂 我現在覺得好多了 但是我覺得自己的頭都要裂開了 是沒錯 你覺得怎麼樣 對不起是我剛剛太沒禮貌了 你覺得怎麼樣 你這次在嘲笑我對吧 每一次心理治療 我至少都要問你好幾次的問題 因為這是我的義務 你說是就是啊 這個好 心理治療嗎 你不喜歡這個詞嗎 沒事 不 你有事 我 不知道為什麼 我剛還以為自己可以掌握主動權了 我剛剛都準備好了 我很確定自己還在改變什麼的 畢竟我都成功買到牛奶了啊 對不對 所以對他來說 對一些精神疾病患者來說 去買牛奶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戰性的 跟人互動 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你應該也知道買到牛奶對我來說 是一件多不容易的事情吧 他自己應該不是恐怖遊戲 反而是一種另類的教育遊戲有沒有 讓我們去另類的方法 用那個精神疾病患者的 的角度讓我們看到他的世界 所以你才把藥給扔掉了嗎 這樣做很蠢對吧 沒錯 不管怎麼樣那都是你的選擇 這樣好了 這個重要嗎 你心裡是怎麼想的 我現在什麼都不確定 什麼都不敢相信了 反正你也沒有把我當一回事吧 那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我覺得光靠自己也挺得過去 唉唷 這是真的 當時感覺好像沒那麼痛了 但是現在 我覺得身上的痛苦是之前的三倍 好痛 好痛啊 把藥給吃了吧 你不吃藥我就不跟你說話了 不 不要不理我 點點點 點點 我沮喪的伸出手去拿下紫上的藥瓶 把藥一顆一顆的演了下去 趕走中的記憶不斷浮現了 令人不快的幻想 但是 我的大腦還是勾露出了一幅可怕畫面 凝結的血塊躲在半透明的塗層薄膜中 沿著我的石道向下向下 它刮叉在柔軟的石道內壁 也留下了深深的勾紋 嗯 有這麼噁心嗎 我猛的搖了搖頭 我才不管吃了以後我的頭會更暈 但身上會更痛了 還是身上會更痛了 重視怎樣都好 反正我不想再去想那些討厭的事情了 你還是一點都沒有變 什麼意思 你很害怕一個人待著 比起痛苦你更害怕孤獨 嗯 大概是吧 我把最後一顆藥拋到空中 然後用嘴接住了 所以他其實也是很害怕孤獨的一個孩子 沒有人懂他嘛 他躺在床上 還想什麼 欸 我不能動了 有了有了 我躺在地板上 呆呆的看著天花板 我能清楚的聽到 隨著金屬管道流動的聲音 也能清楚的聽到 某天混泥土 快鬆動時的噼啪聲 到時候他一定會掉下 把我的腦袋給砸開花吧 也餓 不過我一點也不害怕 因為我實在不敢想 想像不出來死亡從天而降的樣子 相反 我覺得死亡就躲在天花板地下 呃下面的某個地方 暗中伸出爪子 靜靜等待著我在某個瞬間走神 然後他就 他就 沒有應該是沒有 只是他的想像 呃 不要 今天聊那麼多已經聊夠了 哇 傲嬌欸 傲嬌仔欸 傲嬌妹妹 他拒絕跟他的 那個人格溝通欸 那你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我 我就想好好躺一會 肯定還會再繼續 跟他呼喚到 他跟我們講話為止 就算天要塌下來 也不會是今天塌 啊 為什麼突然講這句話 你稍安靜一點行不行 我好好理一理思緒 我們要一直吵他 我們要當他的那個 焦慮的那個 你最差捏 就是那個焦慮 天花板好高喔 有這麼高的天花板 天花板現在成了我的軟木板 我小心地把它 然後自己那些還未成形的想法 抽出來 整齊的排列在天花板上 為了拼湊出完整的畫面 我把這些想法挪來挪去 全部堆在一起 又一個個分散排開 可是怎麼都不對 我整個人都煩躁起來了 硬揮手把他們全掃掉了 嗯 那就重新來過吧 不行 我怎麼都理不順 你可以把那些想法 想像成長著翅膀的小東西啊 例如說 蛤蟑蟑 爛欸 我討厭蟑螂 你覺得螢火蟲怎麼樣 我覺得都行吧 那是螢火蟲啊 不是蛤蟑啦 不錯啊很可愛啊 什麼 我腦子裡的想法 現在變成螢火蟲 在天花板上盤旋 排列出古怪的圖案 他們飛得太快了 我連眨眼的時間都沒有 我現在只能先訂了這些小東西 然後等待靈光乍現的那一刻 想太久了吧 但是 但是那一刻始終沒有出現 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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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花板上那些小飛蟲拍打翅膀的聲音 就好像現在嘲笑我一樣 我漸漸失去耐心了 他要爆了吧 我受夠了 我要討厭你們 他自己要想 然後現在又自己討厭 恐怖 我從地上跳了起來大彈了一聲 螢火蟲呼拉了一下全散了 幹得漂亮 這下我們又要重新開死人了 幹得漂亮 這下我們又要重新開死人了 沒門 你這樣反覆無常的 我覺得別人喔 會看你 你這樣反覆無常的 別人會覺得你看起來不對勁 我才不管 你覺得這樣也無所謂嗎 我剛在乎這種事嗎 嗯 那接下來想讓我做什麼呢 不知道你來決定吧 嗯 嘿嘿 你又開始了 什麼 沒什麼 還有我改變主意了 你輩子不出聲了 還是跟我多數說話吧 沒有你幫忙的話我根本什麼都做不了 所以我們是他心中的良心是不是 好吧 我又抬起眼睛忘了望天花板 唉那些螢火蟲好像都躲起來了 我才把他們給找出來才行 忘了螢火蟲什麼了 你該再上床睡覺了 不行你根本不明白 要是我在想一件什麼事 那我在想清楚之前就不能做其他事情 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要怎樣 我反顧了一整圈整個房間 這裡有很多 脊腳拉拉縫 拉拉縫真的看起來太難念了 那些螢火蟲又那麼小 他們能藏的地方可太多了 他們藏在什麼地方都有可能 屋子裡雖然嗚了一聲 震著我耳朵都疼了 時鐘的指針剛好走到了十二 現在已經是午夜了 沒想到都這麼晚了 但是我現在還是不能上床睡覺啊 你會幫我的吧 拜託了 快跟我說我會幫你的 點點點 拜託了快說啊 別這樣欺負我了 你不是都答應了 會跟我多說說話的嗎 你躺在地上的時候 腦子在想些什麼 你這是什麼意思 還問我在想什麼 你不是應該比誰都清楚嗎 喔 問題就出在這裡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也太奇怪了 點點點 你當時在想什麼 你會告訴我嗎 我 什麼鬼啊 嚇一跳 我捲起袖子 使勁揉揉眼睛 啊眼睛好癢喔 你為什麼哭啊 眼睛好癢喔 啊 你喝牛奶嗎 幹我起雞皮疙瘩 好噁心啊 他有帶牛奶回來嗎 你喝牛奶嗎 你喝牛奶嗎 要是我把眼睫毛 一根一根的拔下來 眼睛是不是都不癢了 太可怕了 要是我把眼睫毛 一根一根的拔下來 全部拔下來 一根一根的拔下來 要是我把眼睫毛 一根一根的拔下來 完了他發病了 你都幹了些什麼 我要早期玻璃片 然後 然後我要去洗個澡 然後 唸得還蠻像的 來 喝點牛奶吧 不要 不要 什麼鬼啊 我站在臥室中央 張大的嘴 呼呼的喘著氣 我想 我剛剛應該是經歷了 死亡吧 除此以外 我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解釋了 死啊 我們剛輸了 只是想想 這確實還蠻厲害的 你到底要不要告訴我 他還活著 告訴你什麼 別說這個了 我們快來找陰火蟲吧 你看起來怪怪的 我實際上廢話不趕快來幫忙 睡醒的大冒想 睡醒的大冒險 玩得差不多了吧 我要馬上把那些想法給找起 然後上床睡覺 那些小東西明明是我從我腦子裡抽出來的 可他們還躲著我呢 嘿嘿 說實話 我也不知道去哪裡找啊 我也是 我覺得我們應該把這地方 整個翻的底朝天才行 欸不行不行不行啊 要是我把這裡給弄亂了 哪怕就只有一點點亂 我都覺得很不舒服的 他還有一點潔癖 強迫症 這房間也說的東西 一樣不能動 沒得商量 為什麼 說不出來 你現在真的打算編一個理由出來嗎 你要是不說話的話也可以不說 蛤誰啊我嗎 不當然不是啊 你大概忘了豎起思維屏障了 你的腦子裡在想些什麼我都看得一清二楚囉 這沒禮貌 唉唷我看得到他的想法 好吧 那就是說 現在有好幾個蟲子躲在這個垃圾山裡面 然後我們要把它找出來 而且還不能弄任何東西 沒錯 天哪 啊我有個主意 上次我把自己想像成一個思綴小說裡的人物 然後我就成功把牛奶給買回來了 那這次我把自己想像成一個 點擊解謎遊戲裡的人物 那種遊戲就是 你點擊不同的物品 就會觸發不同的事件 就是那種 聽起來太晚對不對 哇他還可以自己發明遊戲 所以我們現在玩的遊戲要變成簡一類了 就是把自己帶亂來人格 對對對 那你平時要用的東西呢 難道就這樣放著嗎 弄成點擊解謎遊戲才更有意思嘛 你真的太幼稚了 你知道最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嗎 就是由你來點擊 啊我不要 就要 我一遇到做很多選擇的情況就會慌得不行 啊也有選擇困難症 天哪他吃了好多病喔 然後我會上一秒這樣想 上一秒那樣想 最後哭著跑掉 你想看我這樣嗎 你真的很難搞欸 你不是已經證明你能自己拿進主意嗎 為什麼不能堅持一下啊 拜託啦那會很無聊欸 逗你的啦 好啦你沒有必要什麼都一個人扛 找人幫忙也是合情合理 找自己的另外一個人和幫忙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找吧